我其实对于钱并没有太多的这种需求吧 或者创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要去赚钱 因为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嘛 也经历路过了差不多七次大起大落了 就是也有曾经创业失败过 也有曾经卖掉公司赚掉钱 把公司做上市 然后拿到比较可观的这种投资等等 经历过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我的价值观对于创业这件事情而言 我觉得对于金钱来说 它不是不应该成为你创业的 或者我个人而言 它不是我创业的主要的一个动机和目的 那么我创业的主要的动机和目的 其实是因为经历过这么多年 还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有理想在 我的理想就是想要去办 一所这种以创新创业创课为主的这么一个大学的模式 或者用乔布斯套用他的话而言 就是我的理想是重新发明大学 当然是特定指在中国 那么为了这个理想那你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你真的要去办一个创新模式的这个大学 需要很多的钱 所以对我而言 不管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 那么现在都是为了完成原始积累 最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终去服了 时间 击画报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